没想到名人居然被仪式刻上了线 就在名人将雌玄逼入绝境之后 雌玄本人因为剧痛而流下了泪水 仪式责怪他身为大桶木仪式的容器居然如此软弱 好在他刚察觉到了最适合他的容器 名人文言有些疑惑 按理川木现在还没出声才对 难道仪式说的容器指的是我 突然雌玄身上的蟹印随风消散 在烟雾中一个剑朔的身形显现 名人目光一宁 那家伙终于来了 此时的仪式与前世所见一般无二 但气质上却比前世的还要强大 名人扶着权杖冲仪式正色的问道 还没有找到转身容器的 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起舞呢 仪式不屑地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宿命 而名人的宿命就是成为他的容器 此话一出群雄奋起 除名人之外的其他人助力一起向仪式发射了伪兽玉 但仪式只是用米字眼一道 七颗伪兽玉当即消失 奇拉比冲杀向前用雷黎热刀砸在了仪式的锅梗之上 这一击已经远远超过他大哥的力道 但仪式却一动不动地站在了原地 下一秒数根黑棒便贯穿了奇拉比的身躯 奇拉比难以置信仪式的防御力居然如此之高 名人一直以来都是跟这样的怪物交战马 突然仪式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瞬其余的尾兽便被莫名的攻击击倒在地上 仪式眷狂地笑道 灰叶家的宠物们别着急着寻死 先乖乖地留在原地等我解决掉那只野猴子吧 正当他得意之使人 名人的身形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等仪式反应过来 十一番猛拳已经砸在了他的脸颊上 恐怖的力量让他一时间停不下来 仪式目自欲裂地鄙视名人又搞偷袭 同时包含怒意的一拳席向了名人 名人伸出一只手轻轻接住了攻击 同时轻烈地嘲笑仪式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掌尽 这一次他早就为仪式准备好了结局 说完他双手抓住仪式再次发动了六道地暴天心 但仪式突然一手扼住了名人的喉咙 漆黑的纹路开始在名人身上不断卖延 名人那运筹帷幄的笑容戛然而止 眼中仅剩下惊慌 得手后仪式仰天狂笑 就算被这天心封印 他在名人身上刻的蝎也可以奏笑 这下子他终于能够睡个安稳的觉了 但这时名人同样发出了笑声 他不好意思地表示这次恐怕又要让仪式失望了 你口中的野猴子虽弱 但你却战胜不了 说完那刻这些的名人突然化作烟雾消散 仪式骤然一惊 想不到仪式英明的他最后居然会栽在区区影分身上 一空间的大地被无与伦比的伪力崩坏 仪式试图挣脱却无法从中逃离 名人神色肃穆地表示这就是你所看不起的人类 人类拥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天生只单纯追求查克拉的大统木一族是无法理解的 在这地暴天心里好好睡得够吧 仪式咆哮不已 他无法理解为什么名人对他做的事都了如指掌 名人黑黑笑道 他为了今天可吃了不少苦头 随着天心封印的越发牢固 仪式眼中终于露出了惊慌与惶恐 他的身体也开始出现实话的反应 名人注视着这一切的发生 仪式最终化作实相 他生命最后见到的画面是一人一胡结结凝笑 大敌终于消灭 这一次名人终于从仪式手里保护住了九喇嘛 一大一小的两只拳头相互磕碰 一人一胡相视而笑 封印空间中传来了阵阵爽朗的笑声 九星奈抱着水门欢呼名人终于做到 能见证名人了结一直以来的心愿 二人喜极而泣 此时在遥远的某个星球中 仪式的灵魂突然出现在了陶氏和金氏的背后